作词 曲 李奕华 曲 李奔华 作曲 李奕华 作曲 李奕华 制作 李奕华 制作简árias 制作人 怀侠 来震透你service 你指fi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晋 阿晋 本殿下练的磕水虫 还没失手过 你是真厉害啊 阿晋 月老说了 要用这个葫芦 收集阿晋的梦境 这样才能从他梦境隐藏的情感余温里面找到情思 好 拿到了 走吧 走 我 疼啊 疼 你们在这儿干吗 我路过啊 我拿书 我随处参观的 你们怎么 阿晋 你顶着个葫芦干吗 他们说我这样蛮好看的 那个 并没有 怎么都来了 还奇奇怪怪的 这帮人肯定有事瞒着我 你们速去白鸟岛通知王上 华叔殿下独自一人去了危险重重的一海秘境 为古今仙君寻找梧桐 快请王上派人去 洪雀 你方在说什么 古今仙君 你 其实 其实 殿下早就知道先君您在寻找梧桐 别伤了心 前几日 终于从一侧我族的古迹残卷中 找到了线索 可这一海秘境危险 本来我还能劝殿下不要去 可都怪我不好 传错了话 连累阿英女君 今日营幽冥王晚了时辰 可殿下 殿下却将责人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说什么都要弥补今日的过失 便直接去闯那秘境了 华叔 华叔 真是对阿英之事有愧疚之心 是啊 罢了 总归是为了帮我寻梧桐 华叔才会舍险 不能坐视不管 我去寻大 这果然有颗梧桐书 这果然有颗梧桐书 仙缘 这是 遇到危险就会喷出火球的火轮曼 华叔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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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没事吧 对不起 阿姐 我只是想帮你 找小枫军的先缘 可没想到 这虎龙斑的威力这么大 来 果然是真神之神 短短时日 法力竟增进得如此之快 你们这群坏人 放开我 放开我 快 放开我 今天没有 我打死也不会今 今日你从也得从 不从呢 也得从 放开我 可以了 月老 我在二进心里 怎么会是这样的 阿姨 还是你厉害 升扑啊 这古今还真是自恋 这 这葫芦 这怎么了 方才 我已感应到孟主人的情思 还未曾被毁 只是在通常情况下 我这样的阵法 能将被抽取的情思 直接找回呀 那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若是我没猜错 它的情思 被什么强大的力量给封印了 我们需要将这根情思 赶快找回 一定要快 若是迟了 它对旁人产生了新的情思 那这根情思 就再也种不回去咯 我们要去哪里找啊 三界这么大 我们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找 这我虽然不知 但九州八荒之中 能取人情思的法器倒也不多 其中当属 大则山的妄念笛 最为灵验 大则山 月郎 你确定是大则山 大则山 不就是阿英跟古静的师门吗 那不用说了 取走古静情思的 肯定就是妄念笛了 所以师兄他们 都应该是知情的 他们也不想我跟阿静在一起 阿英 知不知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方向了 阿英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大则山 帮你把古静的情思找回来 把你的小情人还给你 好 阿淑殿下好好休息 我先出去了 多谢阿静 你先去忙吧 殿下 殿下 古静仙君 我去取些药 可否带红雀照看殿下片刻 你去吧 我在这儿 多谢古静仙君 对不起阿静 本是想帮你 没想到给你添麻烦了 华叔殿下 本就是为了帮我而受伤 没有什么添不添麻烦的 华叔殿下 本就是为了帮我而受伤 没有什么添不添麻烦的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阿静 其实 我真的很羡慕阿音 他能有你这样的师兄 一直护着他 可我却不同 我父王年迈 兄长又不争气 我从小 就只能自己学着承担起一切 我知道 我为白鸟岛做了太多自私的事情 你挠我也是应该的 可是 华叔殿下 我已说过 从前之事我也不再追究 殿下 也不用再提了 阿静 你现在心里 是不是很厌我这样的人 如果可以让我选 我倒宁可像阿姨那样 天真 浪漫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练自己喜欢的人 华叔殿下不如好好放松放松 做做自己吧 阿音并不是处处有我护着 反而很多时候 是她在帮我 我看殿下还是有些疲惫 我先出去了 殿下 安心休息 没想到 古今的心境是这般难拉回来 比以前难对付多了 我们需要将这根青刺赶快找回 一定要快 若是迟了 它对旁人产生了新的青刺 那这根青刺 也就再也种不回去喽 阿姨 你准备何时回大则山拿望念笛啊 我要再好好想想 你一直想着帮古今找回情思 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线索了 你怎么又犹豫了呀 因为我感觉这段感情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 大则山的师兄们也不支持 可是 恐怕他们 不会给我望念笛的 但是感情它不是自己的事情吗 别人的支持或者反对 很重要吗 如果这段感情注定会让你遍体鳞伤 你会后悔吗 不会后悔 那不就得了 那你就顺着自己的心走啊 可能只有婉月姑娘和贤猪师兄的事情在先 师兄们可能也怕阿静会这样痛苦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而且他愿意经历什么 不愿意经历什么 不应该古今自己说了散吗 别人凭什么替他做选择啊 那他们也不愿意给我望念笛的 三生石不是已经去想办法了吗 你想一想 三界各处他都能闯进去欠红线 大则山能拦得到他吗 你就别担心了 哎呀 你лож camper步 什么好 明不离 你想趁机 闭痰 排寞 孔雀王 孔雀王 孤敬贤君 听为小女受伤 承蒙你在此照抚 不 此事本就因我而起 应该的 战神大人 启禀战神大人 库林剑大功告成了 好 那晚辈先行一步 好 走 你先出去吧 是 之前在白鸟岛 武剑已经让你下不了台 如今你为何还有如此笼落的 武尊之位尚无十足把握 还是多加筹谋为夷 姝儿 如今父王倒有个办法 是需要你 去做一件事情 此件灵力甚强 必能护山皇针 以植骨万无一事 是 稍晚之时 我亲自送护灵剑 进入密库 燕爽 阿姨 此件由你们二人所住 你们随我一同前去 是 此件和战神殿所住的护灵剑 看上去一模一样 山皇正义的植骨斩出前 这护灵剑 会先锁在天宫的密库里 父王是打算用这支剑 换掉护灵剑 没错 可是打开密库需要密碟 而密碟 蓝锋和玉峰手里各吃一半 玉峰手里的那一半倒是容易 可是蓝锋的淋雨垫 却很难混进去 所以 你一定要想办法 拿到蓝锋手里那一半的密碟 打开密库 把剑换了 玉峰先尊 依律 丙羽殿与私丰殿各吃一半密碟 方才能打开密库的大楼 是的 帝君 今夜正值我私丰殿轮职 我这就安排私丰殿的其他人员 守持密碟 随帝君一同前往 好 山皇真义的植骨 乃是妖族圣物 事关先妖两族的关系 不可乱来 不瞒你说 想换此剑者 正是妖族红弱 他手里握着不少先祖的把柄 只要我们帮他办成此事 他就能助你 登上五尊之位 可那弘王为何要毁掉妖族圣物 此事不能将他 要到世神花种之事告诉书尔 否则以他的性子 定不会答应此事 书尔 妖狐族仙虎王的法器寄灭论 如今正锁在天宫的密库 比起山皇真义的植骨 他们更想拿回寄灭 而红烙之所以用假剑射举 就是想让仙界里亏 也好借此拿回寄灭 可我们白鸟岛 无论如何也是仙界名门 如何能替妖族做事 书尔 如今白鸟岛的处境 你我都清楚 只要你登上武尊之位 才能光耀我族 若你登上武尊 那我们就无需再借助 南海一族的势力 就算妖族拿回寄灭论 那对仙界也没什么损害 我们 何乐而不为 父王说得有道理 但这件事不能我亲自去做 太容易留下线索 暴露自己 父王 四丰殿阿九 拜见蓝蜂帝君 裕丰仙尊密我和帝君 一同前往蜜库 参见蜜蜂帝君 以天宫规定 末将等需对送进蜜库之物 进行查验 安逸 请 护灵剑五 帝君请 有了 每天 晚风帝君在这儿 阿九要怎么找净灭论 空 和 启禀蓝风帝君 清雷先送的旧兵器赤研刀 刀铃突然苏醒 从兵器库里冲了出来 和他的新配件打在了一起 清雷先尊于上前收服二者 不料赤研刀突然转向 刺伤了他 怎么会这样 清雷先尊现在胸口被穿透 性命堪忧 仙医官说 唯有您手中的玄池仙鹿 方能救其性命 所以还请帝君前去营救 阿英 命你和灵狐阿九在此 将护灵箭锁入其中 是 奉明 你陪阿英留在这儿 被他们把守在外 是 燕爽 你负责掌管四兵殿 所有一通前去处理赤研刀之事 是 阿英 密窟重敌 切记 出来以后收好密碟 及时向我覆灭 阿英明白 走 恭送南风帝君 二位 奉明的职责是把守密窟门外 并无权限进去 所以只能在门外等候二位了 多谢 走 这密窟这么大 你说金灵轮会在哪儿 有的找了 走吧 找到了 这就是金灵轮 对 这是我父王从前的兵器 威力巨大 只有九尾狐才能去世的了 但自我父王战死后 他便被锁在这儿 成了巫主之器 既然如此 你赶紧拿走吧 这也算是巫归原主了 还不是时候 你我一同进入密库 他们若发现丢了东西 我倒没事 离开仙界便好 但你会有麻烦 迟早有一天 我要堂堂正正拿回击灭论 没事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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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 是你做主了 怎么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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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九 阿九 吴明长老 可有看到什么 可疑的东西飞了出来 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啊 没有 甚么可疑的东西啊 只看到灵狐阿九 匆匆忙忙地追了出去 阿九究竟看到了什么 姑姑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是我该问你才是 我来赴零妖大会 你又为何在此 此事我稍后再解释 刚才我好像看到 引我路紫月山的妖轮 跟金冶轮很像 姑姑可曾见到 没有 方才我从这路上过来 除了你 别的什么都没有遇到 你整日昏迹于仙界 现在竟还来了天宫 你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 我只是来寻找 父王的寄灭轮 刚才看到啊 一个和他很像的还人 寄灭轮乃胡族 蛇武仅此一件 世间怎会有 和他相似的兵器 你在仙界待太久 被仙力俗气 妖力涣散都出幻觉了 还不给我回静幽山 我还不能回去 姑姑不是怀疑 红媚长老的死 和仙界有关 但我查了此事 似乎并非仙界所为 只是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确认 这件事情何须再查 不是仙界还有谁 那仙界干的好事 是轻易能被你发现 蛛丝马迹的吗 你若再不回去 我只好揭穿你 看到时候天空还容不容你 好让你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可 若让他们知道我是妖族 并会连累古靖和阿音他们 罢了 力弊我已说清 你自己选择吧 你自己选择吧 二嬌 发现什么了吗 大概是我看错了 可我觉得 放在静门 确实有奇怪的反应 但我 刚遇见虹王虹弱 他也没察觉任何异动 我刚才一直在门外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而且天空密库守卫森严 周围又是天兵天将 若真有什么奇怪的事 定逃不了大家的法言 还是多加地方的好 三姐零一大会在即 就怕别有用心之人 陈今弄出什么乱子 放心吧 我一定会加派人手 多加看管他 灵妖大会 乃是先辈为三界和睦而设 本应每百年一次 但因仙妖两界矛盾 数百年来一度终止 今日将大家重聚于此 是为表达我仙界的诚意 希望与妖界 幽冥界 化解干戈 休万事之好 我知山皇珍矛盾 乃是妖界的无上圣者 我知山皇珍矣 我知山皇珍矣 所以今日愿意将此之谷 送还于妖界 以示仙界成心 此番若兰丰帝君愿将 指骨送还 我妖界自当成情 好 从今往后 只要仙界不主动进番妖界 毁妖界 绝不再与仙界兵戎相见 此乃三界共愿 兰丰以着穷量 竟调我 你一个人 跟我说 离物 我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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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的诚意 你们仙剑 岂我妖剑太甚 妖皇 这绝非仙剑本意 此中定有蹊跷 蹊跷 我看最蹊跷的 就是这剑了吧 蓝风 你是在这儿故意演戏 就是想当着三界的面 来羞辱我们妖族是不是 蓝风帝君 此事前因后果尚不明确 究竟为何 要查明之后才能有定断 若是有人故意想要挑起仙妖争端 我们岂不是郑重人下怀 不错 此事眼下还不能下定论 但无论如何 仙剑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事关仙妖两界的关系 非同小可 我必须严查 雁爽 这驻剑仪式 由你四兵殿全缺负责 你做何解释 回帝君 护灵舰送入密库之时 曾严格检查 绝无问题 会不会是送入密库之后 被人动了手脚 华叔殿下 你这是在怀疑我们四兵殿吗 蓝丰帝君 昨日送护灵舰进密库前 艳爽殿下陪同蓝丰帝君 一同先行离开 而我奉命把守在密库门外 最后进入密库的 只有阿阴女君和四丰殿的 阿久 蓝丰帝君 我听闻天宫中有一宝物 叫观世镜 可以追溯仙界十二时辰内 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如请帝君 将观世镜请出 一看究竟 传人下去 取观世镜 怎么会如此 这宽世镜偏偏在此刻坏了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 帝君 阿久是被我临时派去宋密碟 我相信她绝无可能破坏狐狸剑 如此那个叫阿阴的女仙君 是罪魁祸首无疑了 蓝丰帝君 这观世镜存放在淋雨殿 而且有重兵把守 以阿阴的先例 怎么可能在一个晚上 同时破坏狐狸剑跟观世镜 我想这幕后定有其他人 还请帝君明察 够了 你们以为相互推误 就能包庇真正下手之人 不用给我妖族一个交代了吧 妖皇莫行 我仙界绝无包庇系统之人 并会给妖界一个交代 你们仙界 总会为我妖族主持公道 神使大人道 参见神使大人 前后始末我在来的路上已有耳门 那我便问一句 这护送护灵剑入库之时 蓝风帝君和雁爽 为何会终不离开 那日本在修制沉睡的赤焰刀 突然暴躁 重伤了惊雷先尊 所以我才不得不离开 那这已修制的仙器赤焰刀 是由谁在砍护的 是私兵殿 我是问具体 是由何人在负责 是阿阴 这护灵剑由阿阴负责锻造 放入密库 本应在场的蓝风 又因阿阴看护赤焰刀不力 不得不终不离开 这种种迹象看来 这阿阴似乎脱不了干系啊 虹愁神使 这护灵剑上灵器重培 阿阴不过一个小小的先生 若真想对护灵剑做手脚 岂不是早就被剑上灵器所使 阿阴乃是我大泽山的师妹 她的品性我最了解 我以大泽山的名义担保 她绝无对护灵剑 做手脚的可能 不管是谁 处于任何目的 既然敢打我妖族圣武的主意 我临森 绝不能咽下这口气 虹愁神使 请为我们作证 若仙剑 不能给妖族一个交代 我百万妖军 只好陈兵罗刹地 亲自攻上天宫 讨一个公道 既然仙剑毁了我妖族的圣武 自然给她们做出偿还 如此 叫你们交出罗刹地以南 一千里的巫主侠地不为过吧 我愿意将罗刹地以南 五百里地赠予要件 以偿还 止骨损毁之光 荒原五百里 那便无法得到宁善 既然仙剑想让我妖芥 息释宁人 就拿出这点诚意吗 那若是再加上 胡族的圣武 寄灭伦如何 怎么 胡王连自己胡族的圣武 也不想要 仙剑所谓的承担责任 竟是讨价还价 既然仙界无耻 此事多说无意 明日之内 若仙界不能给本皇 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等便罗刹递见 不好了 不好了 天行光带人来抓阿音了 我 护灵剑爆炸将身还这一支骨毁了 妖界震怒 什么